各位錶迷你們好 又是我No.7 Watch的豬仔 今天第二隻推介是一隻Casio 10年電池 一隻之前出錯版 曾經回收過的手錶 豬仔也分享過當時 應該今年的3月份的時候 我發現了 有個錶迷發現了 我也證實了 是他出錯版的 應該是我第一個出帖 是用廣東話告訴他錯了 我也通知了Casio 是錯了 其後Casio就決定回收手錶 當時我相信很多錶迷買了錯體版 都沒有給他回收的手錶 因為難得買到Casio的錯體版手錶 如果你買錯體版 想買一隻正裝版 或者錯體版的時候買不到 這次有機會 這隻是修復版 有沙色和灰色 蠻有趣的逆晶體顯示 通常都是白帝黑字 或者黑帝白字 最多都是皇帝黑字 但這個就有幾隻顏色的 一個錶盤 好了 先看看 兩個顏色配搭 我隨手拿起一隻 一隻十年電池 多功能 有什麼功能呢 基本功能不說 防水100米 鬧鐘計時 燈 不說了 這隻錶還有 兩地時區時間 潮席漲退 還有月上功能的手錶 逆晶體顯示方面 我們一起看看 拉勤迪德 看不見到 灰色的樹枝 錶帶錶學 我手上一隻 逆晶體顯示分了四個顏色 白帝黑字 六點鐘部分 有時分 秒 星期 月日 然後右上角 是一個 假扮指針顯示的逆晶體顯示 逆晶體指針顯示 是綠色的 月霜 月霜 是黃色的 淡綠色的 是潮席漲退的 其實有四個顏色在螢幕上 這個也是CASIO 不常見的設計 八角形外殼 現在這個 成為主流 通常很多錶都會做零角切角 八角形的錶盤 你看到有月上功能 不是每隻CASIO有月上功能 另外 最重要的功能 是10年電池 寫著10年電池 這個10年電池的功能 其實就是 有些標迷誤解了 他就說 朱仔你換電的時候 可不可以幫我換一粒10年電池的電 去那隻手錶 其實就不關電池的 是動作的設計 是一個 比較省電的動作 比較省電的動作 其實他用上了CR 雖然他也是用大餅電池 CR2025的電池 但是 他可以行到10年 是一個機心的設計 另外 右上角又是燈掣 你看到我先試一下 他叫虎拍色 橙色的燈掣 兩個燈拋 雙燈拋 看到嗎 橙色的燈掣 再加上左下角 有個Mode按鍵 好了 看看第二隻色 第二隻色的沙色 也比較少 看到G-Shot上 身影的沙色 反而我覺得 有第三隻色黑色 我未必會選黑色 我會選擇 沙色 和灰色的機率比較高 所以今天也集中介紹這兩隻顏色 好了 至於功能方面 先按下左下角的Mode 一按下這個Mode 就發現了 這個是一個 潮池漲退 以及是一個 Moon Face的功能 試一下 右上角一下 一聲 你看到6點 現在這個就是 潮池漲退 6點 試一下按下 這個搜尋 現在在Low那裏 穿了一格 看到這個位置 Low那裏穿了一格 我試一下拿筆 這裏 Low那裏有一格 看到 穿了燈一格 這個位置 好了 接著按搜尋 好了 接著你見到 開始的戰爪向上 7點 現在是 8點 9點 9點開始潮漲了 10點 11點 12點 現在是11點12點的潮漲了 多少點潮退 14點 15點開始潮退了 看到戰爪指 這個就是看潮池漲退 5點就潮退了 如果喜歡釣魚 甚至乎做水上工作 那些人就可以 看潮池漲退功能 甚至乎你喜歡玩滑浪 玩水上活動 也可以 接著我再Hold住adjust 再按一下 接著你見到這個就是月上功能 月上功能就分了 這個 新月 上延月 即是月形 滿月 下延月 即是月虧 其實就是 滿月的狀態 是沒有了顏色的 這個 月上 即是這裏 我先找一支筆 這個位置 如果沒有了顏色的話 就代表了 它是月滿 我們看看幾號月滿 又去按搜尋 這裏有個搜尋 好了 9月27號 你看到 9月28號 29號 30 10月1號 好 究竟什麼時候才 月滿呢 我們接下來最近一次月滿 就是10月的 10 差不多 你看到這個越來越少 這個 10月16號 2024年10月16號 當然你設定了它的經緣度 它可以設定的 那我不需要擔心 會不會很難去設定 其實 幫豬仔買標的標迷 很放心 我們同事 可以幫你設定的 你又不需要去想這件事 你看到它 不要看到這本說明書 那麼厚 就很害怕 那麼複雜 其實不需要你設定的 只要你適用就可以了 我同事也很耐心會教你怎麼用的 那麼10月16號2024年 就是 月滿 這裡寫月滿 其實這個就是潮汐漲退 和這個 月上功能的用法 那麼再去按一個模式 有stopwatch 這個不用我教你怎麼用 很多標迷很精靈會適用 這個信計時 跟著 Timer到計時 198 7 6 5 4 3 2 1 提前的1 2 3 4 5 7 8 9 10 再去 就是alarms 鬧鐘的設定 其實就是alarms2 alarms3 alarms4 對 三個alarms的設定 然後再去dual time 其實這裡可以做一個 兩地時區的時間 液晶太顯示一個時區 這裡顯示另一個時區 其實它的爭議性就是dual time 上一次dual time沒有24小時顯示 還有沒有AMPM選擇 其實這裡也有AMPM選擇 只要我們在第一個版面 的時候 我們回到第一個版面 星期幾 月日 時分秒 那邊按一個AMPM 你看到現在按了AM的 現在按AM的 好了 接著我們去dual time的模式 對 其實dual time就是AMPM 如果我們不按AMPM 就有24小時 即是會有13點 14點 15點 之前那個坐體版就沒有 如果你買了之前那一隻 你可以積本看一下 拿出來 不論你是不是跟豬仔買 你那隻是不是坐體版 買回正常版 就能對比 這隻就是 Casio的多功能 10年電池的手錶 樹脂的外殼 你看到外殼也很有型 八角形的錶盤 再加上螺絲裝飾的點綴 錶帶方面也是用了樹脂錶帶 這個做了沙式的 做了一個膠的油環 以及一個膠的針扣 另外就是 錶底方面 錶底就做了4顆螺絲系韻的錶底 上面就寫著了 這個 Stinger Steel Bag 這個Water Resist 10個巴的防水 Case in China 中國製造的 中國組裝 但這隻錶非常之不俗 日本機芯中國組裝 這隻是10年電池的Casio 灰色其實也挺漂亮 灰色也不差 灰色就用灰色遊玩 當然是 還有用黑色的枕球 整隻錶 提前我說過 重量 48克 很輕身的 雖然這麼多功能 但這隻錶也不重身 適合運動用 甚至乎我們玩護衛運動 水上運動 測出來就是47.6克 即是48克左右 直徑方面 會不會很大隻 不如一起看看 好嗎 48M 他寫 其實一般我們5600方塊 我們平時打的方塊 豬仔介紹的 都45點多的 這個47M 其實他因為 他如果打斜測 就48M 打斜測就48M 橫測就47M 厚度方面 13.3M 13.3M 而脫測就52M 試一下 戴上豬仔14.8的手腕 這些sporty watch 其實我自己比較喜歡 輕身 為甚麼呢 做護衛運動 行山 游泳 都很方便 戴上豬仔14.8的手腕 挺帥的 整個錶的外形 好 另外 先戴上 沙色 如果真的兩隻色 我只能選一隻 我會 我自己會選沙色 多一點 但有錶就喜歡灰色的 我知道 灰色的 很帥 很帥的 灰色 豬仔推介 228 228 228 喜歡這隻錶的錶迷 在WhatsApp給豬仔 打給豬仔 10年電池的Casio 228元 有說明書 有保養證 有收據 有原裝盒 一年保養的 228元一隻 Casio 月上 潮池 多功能的手錶 喜歡這條影片的錶迷 記得按讚 豬仔 手上各有三隻 當我三個錶迷喜歡的話 大概10天左右 因為接下來有假期 大概10天左右 就會有貨 各有多四隻 喜歡這條影片 心動的你 立刻行動 如果你上次買不到 那隻坐底版 今天可以買一隻正常版本 但如果你上次買了坐底版 想那隻收藏的話 都可以買多一隻 正常版本 228元 其實是 很便宜的價錢 10年電池買電池也要 20多元粒電池 我當你20多30元粒電池 去鴨技換也好 用10年 我當你每兩年每一次買粒電池 都用了100多元 整隻手錶228元 所以心動的你不用猶豫 盡快找我 在封面那裏有珠仔Whatsapp 電話Whatsapp也可以 打給我也可以 好嗎 我們下集見 拜拜